要说娱乐圈的无厘头电影,哪怕现在最奇葩的还是周星驰。 每一部电影都是票房保证,然而事业成功的星爷,在爱情上却始终坎坷。 周星驰的第一段恋情就是和罗慧娟,在一起了三年多,最终因为剧少离多而分手了。 而最为让人看好的就是周星驰与朱音的那段恋情,两人91年相恋,94年一度达到谈婚论嫁的地步。 只可惜之后星爷又和莫文未爆出绯闻,让朱音泪洒记者会,直到如今谈起朱音,也是星爷最后悔错过的女人。 然而最惨的就是于文凤,他跟了星爷13年,40岁的周星驰还不打算结婚。 多年一直由于文凤帮他打理投资,创收达10亿以上,而当时星爷承认,将获利部分的10%作为佣金给他。 然而当时有栋别墅卖了8亿港币,原本周星驰应该支付于文凤8000万, 可最终星爷只是付了1000万给他,两人最终于2010年分手。 2012年于文凤,就此事和周星驰打起了官司。 于文凤其实身家不菲,而且出身名校,其父亲是香港建设的于建波。 在1998年时,周星驰和他被拍到在兰贵方吃饭,不过当时的周星驰,一直遮遮掩掩的。 不愿意曝光。 直到2007年两人相约铜锣湾逛楼盘,星爷山大方牵手于文凤,大家都觉得好事将近了。 可惜星妈却一直不喜欢于文凤,两人关系十分恶劣。 星妈甚至为了不和他碰面搬到了女儿,那里去住。 周星驰是一个很孝顺的人,母亲都不喜欢的儿媳妇,他又怎么能结婚呢? 2010年,看不到希望的于文凤终于受够了,选择了分手。 分手后于文凤,向周星驰追讨7000万佣金和顾问费。 于文凤在担任星爷财务顾问期间,除书面协议每月支付于文凤2万到5.9万港元的顾问费。 于文凤只与星爷有口头承诺,将投资扣除税后的因成利润,作为他的佣金。 当年8000万的报酬,只拿到了1000万,于文凤多年一直都在追讨这7000万的佣金。 案件纠缠多年,2014年高院应该独立物卫变卖,所有为有所指的除税后盈利,因此提出诉讼。 但于文凤却不服上诉。 两人分手7年,官司就打了5年,于文凤表示他不会放弃上诉。 直到拿到钱为止。 其实星爷和于文凤不结婚的原因,除了他母亲的原因外,更多的是因为这个人把钱看得太重了。 罗家英曾说过,周星驰老婆于文凤炒楼很凶猛的。 也不